他在延安跟您闹离婚 不是 不是在延安 他是回到家的同一 我当时我还在静边 他坐车坐到延安 坐延安当时我还不知道 结果他到延安厂里以后 他给我打架 到厂里以后才给我打架 我说我爱延安 你回来有事 最后我们没办法 我们厂领导 从延安开的车 到榆林去了 把我接回来 你给我说你在静边 你现在说是经理由 榆林把你接回来了 就是静边 我也不知道你哪句话说的正确 那我在哪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哪能知道 你这样瞎说 我那个单位你不知道 哎呀你不能扭曲四十 那我们听听郎女士 跟我们说说 再次回到延安的经过 本来我就觉得就是在那 跟他 我想跟他在一起 就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就是能够互相启贴 互相帮助 我想要他 我想需要的他也能够给我 他也需要的我也能够给他 那您能够 我就想要那种 互相能够舍不得离开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对他那找不着 所以刚才你问他 这二十五年来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你最想要的是那种 互相舍不得离开的感觉 是吗 对 可是他就老说 是我坐他那去砸他的 我不想让他在外面干 总想让他回家 那你再次回到延安 想要跟他提离婚的经过好不好 从那以后 后来回家以后 过春节的时候 我颈椎难受 特别难受的时候 我说你跟我捏一下吧 他给你刚捏 估计顶多五分钟 他就说好了 时间到了 我说你骗谁呢 我有时间 我这个时间观念 我是有的 多长时间 你刚一会儿 你就说时间到了 我哪不舒服啊 或者什么 他一点都不想关心 我就觉得跟他过了二十几年 我这心里话 从来就是行动哀乐 没有人跟我说 我也总想有人跟我 分享我的行动哀乐 我在家里 特别需要跟一个人沟通 你说他一年不思议不在家 有的话我可以跟孩子说 你说我都有的话 我跟孩子也没法说 我不能把什么事 都到外面给别人说去吧 我总想跟他 好好地沟通 跟他聊去 可是他从来不给我机会 我就没地方说 我就说 我就算了吧 咱们这样也没啥意思 咱们来一个协议 离婚算了 咱们没法过 后来他说他在静边 我说那你要在静边 我就坐车 再到静边去 他说不让我到静边去 我就到火车站去等他 等了多久 好像也是到后半夜 然后呢 什么到后半夜 咱们到后半夜 连酒店都没有家 到后半夜了 然后您拿着协议 离婚的协议书 我让他看 他说他不同意 我让他送你 感谢观看